昨天上午10点多在沈阳市黄姑区昆山东路北站附近 一辆116路公交车突然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路上的行人纳闷车上的乘客害怕 最终的车子撞上了人行道被迫停了下来 一名路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砸伤 当记者赶到事故现场时乘客因为没有大碍都离开了现场 公交车司机和一名乘客被警方带走 在现场我们注意到公交车已经离开机动车道 停在了人行道上前挡风玻璃破碎 一根铁制的护栏插进了公交车前脸 车身有多处擦伤痕迹现场一片凌乱 据了解当时这辆116路公交车刚刚驶出北站公交站150米远 行驶中司机突然击打方向盘最终误入人行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辆公交车向右进行击打轮的起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左手边铁制的护栏现在已经被拦腰折断 路旁的一些绿化带树木们现在也已经折了 那这辆车呢目测呢距离我现在位置能有20米远的距离 也就是说司机在进行向前前行了20米以后才被迫停了下来 究竟车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让一辆刚出站不远的公交车这样横冲直撞呢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 事发当时公交车刚驶出北站公交车站 车上一名乘客突然喊要下车 因为已经驶出车站 女司机拒绝开车门 然后男乘客当时就跑到司机旁边 用手掐住女司机的脖子 司机击打方向盘撞到了路旁的树木 这才停了下来 虽然车上的乘客没有受皮外伤 但是一名路人却被砸中送到了医院 第一时间孙军扬州报道